到了到了 但是别误会 哎呀 疫情当道啊 来了以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核酸 但是我觉得天津人民很友好 不像我上一站在郑州 一去到直接给你搞话 所以天津太棒了 太棒了 一下子就做完了 哎呀 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好漂亮的教堂啊 嗯 今天很顺利 好 接着等下看看我们怎么去调试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影音超级Ken 我现在在天津的超凡影音 我身边的是好朋友 来 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天津超凡制装影音照明的孙德国 大时候我们已经相识十多年了 非常感谢这次你的到来 可惜可惜 那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刚刚打造成的这个二十四升高的超音乐 其实这间屋子就等你到来了 好的 外事俱备 只欠东风 好 我们进去 这间影视呢我们采用了双重隔音门的设计 打开呢这是第一道隔音门 里边呢还有一道隔音门 这样呢保证这个声音的密封性 来 大家到里面看一下 那就是里边的这道隔音门 双层隔音门起到一个生扎的效果 而在这个后边呢其实也是一间屋子 我们的这个投影机是放在这个里边的 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视频和我们的影院整体分开 按照专业影院的水平去打造的 保证这些声音的底噪的降低 来 到里边看一下 是 其实这间影是我们当初在打造的时候呢 花了很大的心思 最早的设计呢不是这间屋子 是在我们楼下一个展厅 而当时的那个展厅面积呢大概有五十平米 然后我们是按照X战警的一个风格去打造的 当初原版设计呢不仅有现在这个看到造型 我们还会有一些S战警的一个衣服啊 一个玩具啊等等的一个模型的展示 但是由于现在呢空间变小了 所以说呢那些模型啊就展示不了 但是这里边元素还很充足的 我们可能能看到很多打X号的一个造型 其实这就是S战警的元素 更像S战警那架飞船的仓位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科技时尚和影院的一个相结合 在设计这间展厅的时候 当时呢我们为了打造这种 像宇宙飞船的这种船舱的感觉 那么呢当时也花了很多心思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看没有这是一块布 然后我们用喷汇的方式喷汇了一个星空的图案 而我们就这块布呢我们大概我们高总做了十几次的实验 因为现在很多的星空顶都是会用那种喷汇布 那个喷汇布喷出来也很漂亮 就像我们星空顶一样很漂亮 但是呢它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音箱我们的声学材料都是藏在这里面的 像这个展厅在前边就是我们采用了大概十公分后的专业吸音体 在后边是专门的扩散体 从而达到这种声音的一个均衡 包括顶部我们也有很多的声学材料 还有很多喇叭要藏在里面 而传统的我们用来做星空顶的喷汇布 它是不透声的 声音呢衰减非常大 而就是因为这个布料呢 好多像这种专业透声布 它可能又喷汇不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找了十几家供应商吧 然后经过反复对比 然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材料 然后专门呢去发到做星空顶的厂家和喷汇的厂家 进行专业喷汇 然后回来以后再用仪器进行升压测试 从而呢发现这个声音衰减度很低 同时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真的真的是很费心思的 但是我们为了呈现这么一个完美效果呢 经过大概反反复复七八次的比对 最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效果 现在呢很多的展厅都流行这种星空顶 星空顶呢也被很多客户呢所认可 而在达到我们这个星空顶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一个难题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很多的星空图案并不真实 所以说呢我们经过多方寻找 最终找到这幅用真正的实景的图 这是通过NASA卫星拍的实景的这个银河 和星空的一个真实的大图 然后从而呢我们把它复刻到了我们这个星空上 然后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布布料呢也是特殊设计的 因为用传统的布料呢第一它会影响声音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它打开 我们在房顶这个星空顶里面是隐藏了六支天空音箱的 而传统的设计这种就很难了 而我们专门经过多次挑选的布料呢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这六个方向呢专门开了六个小洞 同而呢使这个声音呢正好然后传到我们的这些坐的位置 而且里边的音箱呢也是按照DTS要求标准吧 都经过专业的角度调效 每只音箱的高音呢都是直达皇帝位的 而且在音箱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了我们STARK的最新款同轴系列 因为同轴的定位更加精准 所以说呢更符合我那个展厅的一个特性 而我们平常把它关掉的时候 大家看是根本看不到这几个音箱呢 并不影响我们整体星空的一个效果 就这一点点的星空设计方案 我们历时两个月的实验最终才达成的 照明系统呢采用的是美国路创的智能控制系统 然后加上了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RGB炫彩的灯弹 就说我这里的每一路灯光呢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不同需求 通过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个按键 进行一个灯光影音场景的一个综合变化 您比如说我打开我的手机 现在呢是我们的一个观影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们想玩游戏点一下游戏模式 这个时候呢画面就会切换到游戏机的画面 然后灯光呢也会随之变化 变化成适合游戏的一个场景 然后再切换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健身的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居家的时候 客户在家里放一些健身的一些视频啊 然后呢在中间这个空腔器位进行一下瑜伽等等健身的活动 然后当点到唱歌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呢还有一套完整的咖啡系统 这种唱歌的舞台灯光加上我们这种多彩灯光进行一个相应组合 包括沙发呢也会调整到一个唱歌的场景模式 因为我们公司嘛做影院大概有将近15年的时间了 而和史达克这个品牌结缘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程 可以说我们是见证的史达克这个品牌一点点的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说这个展厅呢我们全用史达克的最新的P系列产品 从它的P5 P3 P01等等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前后级方面呢也是采用目前比较主流的Sum Audio和史达克后级的一个组合 然后这间展厅呢其实面积真的不大 宽度呢只有4.8米长度只有7.2米高度呢最高的地方也只有3.2米 整体呢也就35个平方左右 但是呢在这么一个相对不是很大的空间范围之内呢 我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震撼感和能量感 这就来源于我们产品的组合搭配和我们用心的设计 那这个房间的一个调试重点 可以看到前面这是P5 那P5它是一个我们的AMT黑犀牛号角 那这个号角就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号角它把能量都集中送到我们的这个观众席 正好我们这个号角呢它是可调角度的 我们可以通过哈上面是有刻度的 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激光啊 以把它对着我们的这个最佳的皇帝位 做好相关的一个角度的辐射 这样子就能保证这个高频能量非常好的送到这个田区啊 记住调完以后呢一定要去做这个锁死 因为我们这个号角呢它是可以转动的 但是后面呢它是有那个锁紧的这个锁的 这个设计非常的棒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就是大家做这个嵌入式的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把周围这个缝隙都要把它堵上 要不然呢这个声音呢就会在中间形成一些空腔 在这边做来回的碰撞产生这个所谓的生涯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处理是非常好的 所以做这个嵌入式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这个摄影室呢是使用了四个Brief的SW15和10的12的低音炮 那前面左右两个都在两个角 那这四个低音炮我们利用了风暴的非常强大的EQ调整能力 它有这个传统的手动PEQ 那还有RAW的PEQ 再加上DRAC的EQ 三种EQ模式你就能把这四个炮非常灵活功能强大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上一期的视频大家都有看到过了 就示范了怎么去把这三种的EQ调整把它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是一个高阶的玩家 你又觉得自动EQ太小白了 达不到你的需求 那自动Audio这种三种EQ的融合调试方法 绝对是目前市面上功能最强大最先进的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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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啊 快点 不是我打死你 或者你打死我 真的吗 为什么 我叫你打我啊粉皮 你听不听 DRAW DRA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试了几个片段 有打击的 有枪战的 还有人声的 我发现在这几个方面 拳头的打击的力度是非常猛的 就好像针在打在身上一样 特别有力量 而且一点也不吞音带水 当放一些人声的时候 比如歌曲的时候 这种低音又没了 然后这种人声的细腻感又完全出来了 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我明白你说意思 就是一套调教完整的系统 就是你放什么片源 它就出什么声音 对 不需要说我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去加低音 对 我就听音乐的时候 我要把低音剪下来 是的 就相当于一个监听室一样 什么东西进去 它就完美的给你回放出来 对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也是很振奋的地方 因为这才是所有影音爱好者们需要的东西 而并不是说到展厅里来 就找三五段自己适合的一放就完了 而现在也就是说可以说 到我这来客户也好 朋友随便点拨 任何一段都是最好效果 这太棒了 金款产品呢 我们当时还是有些小小的担心呢 毕竟以前没有听过嘛 只是在展会听两耳朵啊 但是呢 真正落地以后 这个担心一点都没有了 而且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真的真的这次改造呢 真的不负我们这么大的苦心 非常可惜啊 因为现在我们天津还是一个疫情阶段 所以本该我们应该是三位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总 他实际上呢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云 是听过 或者云的状态跟我们一起的 他通过咱们这个施灵室 是做了监控的 他从远方 他看到我们现场 所有的动静也听得到 可惜就没办法去说 他想说的事情 是啊 其实高总真的有很多话的 我只能为他代劳了 非常的不幸 好 那就期待 我下次再来 我们高总能在我们一起 再来畅谈相关的影音的话题 是的 是的 好好好 那我们就再见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哎呦 干完活了 干完活 准备又吃大餐了 哎呀 最爱的赤身来了 哎 正好赶上 这个胶 这个汁 哎呦 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了吧 这点脚 这点脚 别点不脚 那好 对 哦 挺肥的 这个螃蟹 是吗 嗯 同样 同样 哇 大鱼头 看到没有 哇 这个鲍鱼 佛跳墙 哎呀 太美美了 nice 若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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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